五角大樓官員說美英法三國上星期六發動導彈攻擊後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敘利亞政府軍準備再次發動化學武器攻擊 但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和他的盟國仍然保持警惕 五角大樓首席發言人懷特星期四對記者說 敘利亞總統阿什特別需要明白 全世界都不會允許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化學武器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星期五接受國營的俄羅斯新聞社採訪時表示 空襲前俄羅斯說給美國和他的盟友 敘利亞那些地區被視為是俄羅斯紅線的 如果不想受到報復就不要越界 拉夫羅夫表示結果顯示他們沒有越過這些紅線 拉夫羅夫還對俄羅斯新聞社說 他相信川普和普京不會允許兩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 美國領導的對敘利亞導彈攻擊是回應4月7日 在敘利亞道馬懷疑是使用化學武器的攻擊 道馬受到的攻擊當中有至少40位平民喪生 美國指稱敘利亞發動了化木攻擊 不過敘利亞和他的盟友俄羅斯否認使用過任何化學武器 會有參考為這台的 人心虛忱蔽羅斯 阿 你是會攻擊 美國的金子 閃利亞和未詐勞